日前法国作家马克希姆·维瓦斯出版了新书《法国反华势力的詹语》 揭露了美国中情局资助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示威会、人权观察等反华组织炮制涉华假新闻的列行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我也看到了有关的报道 也注意到维瓦斯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本人因为揭穿西方反华势力的谎言 遭受到了许多攻击、威胁和诽谤 长期以来美西方利用宣传机器操纵国际舆论 在涉疆问题上炮制了大量谎言 他们一方面对中国公开的权威事实视而不见 见而不宣 另一方面对像维瓦斯先生这样说真话 他讲事实的国际人士群起公之大搞政治猎物 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吗? 不 这是21世纪的麦卡锡主义 无论反华势力 玩弄什么华招 真相就在那里 近日澳大利亚学者杰奎林·詹姆斯也发布报告 研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大涉国际 人权观察 此前发布的数篇涉奖反华宣传 他对这些所谓报告中存在大量谎言与漏洞 进行了详细的揭露和质疑 他提出质问说 这些国际组织 需要面对自己的捐赠者们 诚实地回答一个问题 捐赠者们掏钱给他们 究竟是为了维护人权 还是为了抹黑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士 开始揭露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等机构 和人员 接受美澳政府 资助编造谎言 反华抹黑的事实 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 国际有识之士 识破美西方 已将恶华的阴谋 图谋 和造谣传谣的 卑劣手段 选择站在 正义 和真相的一边 和真相的一边